以色列作为中东国家之一 多年来凭借美国在背后撑腰 因此外界也将其称之为中东小霸王 根据了解 以色列军队曾参与五次中东战争和巴比伦行动 根据此前的统计 该国军队的人数大约在16万左右 如果加上预备役人员 总兵力大约在57万左右 此外 以色列作为中东国家之一 以色列空军配备了F35战机之后 在中东地区可谓是如虎添翼 当然 以色列军方还为军队配备了铁穹防空系统 据悉 该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研发 主要用于拦截射程在五公里左右的短程火箭弹 在此前的八亿冲突中 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0枚左右的火箭弹 后者扬言成功拦截1200枚左右 为此可以说 铁穹系统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了解 铁穹系统在2010年服役 此前一直备受质疑 甚至外界一度将该系统称为铁穹或者是齿穹系统 按照以色列的介绍 铁穹的雷达侦测系统锁定前方飞奔而来的火箭弹之后 能够通过计算机系统分析火箭弹的降落地点 并且可以进行选择性拦截 此外 在雨天 沙尘暴 雾霾和夜间等多种环境下 能够对射程在70公里左右的火箭弹进行拦截 同时也能拦截155毫米榴弹炮发射的炮弹 可是铁穹系统每次最多能发射6枚拦截导弹 意味着面对巴勒斯坦超过3000枚火箭弹 该系统属于超负荷运转 而且根据消息称 巴勒斯坦袭击过后 以色列的铁穹出现了死机 而雷达系统和计算机系统也出现过热的情况 对此可以说 即便以色列扬言铁穹成功拦截关键目标 但是也间接地暴露出该系统的缺点 对此外界不禁要问 如果该系统碰上中国圆火 能否完成拦截 据悉 中国圆火发射一枚的价格 相当于两枚铁穹拦截导弹 而且我国近年来已经组建重型合成旅 该部队挥下的圆火只需一次骑射 就可以让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几乎全部失灵 毕竟按照中国如今的实力 远不是一个中东国家可以相提并论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 此次以色列铁穹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是即便该系统再先进 那也只是在中东地区 倘若与中国圆火相遇 或许真的无法完成拦截 毕竟中国的实力摆在眼前 可能只有以色列背后的大佬才具备这一能力